阿提斯的車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做直播分享的工作呢 是要安裝KT的避震器 那這台車在阿提斯的社團裡面 要直播的車總別當然是阿提斯的 而且這台車是才剛交車的新車 2018年的是最頂規的X版 其實它有很多的配備是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譬如說它的上座 它上座的規格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它的螺絲是比較粗的 那今天的工作呢 最主要是要安裝了KT的道路板避震器 而且這台車跟一般的KT的道路板比較不一樣 是長度的部分 它要在指定特別短一點點 所以彈簧會稍微短一點點 正常來說我們是配置了200長7公斤 那這一台呢 有把彈簧縮短 縮短到180長 那日後的話呢 如果要走一個小海拉的風格 都有辦法降到更低 阿提斯的前面的避震器部分的話 KT的話呢 像這個離載串的部分 鎖孔呢 就跟原廠的位置一模一樣 所以直接就鎖原 鎖附原來的離載串就可以了 這一邊的話呢 有一些 ABS感應線的位置 還有油管架的位置 都是跟原廠一樣 那它的統身調整方式呢 車高調整方式是靠統身可調 也就是說呢 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的 所以它能調高調低的區間範圍呢 會比較寬廣 那腳管 這個藍色的腳管呢 如果往上挪的話呢 它的整體長度就變短 變短之後呢 車高就變低了 那這個齒輪狀的拖板把它鬆開 藍色的腳管往下挪之後呢 它的整體長度呢 變長之後 車高就變高了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呢 絕對不會動到這個預載的部分 所以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都一樣的 都是很OK的 那KT的道路板跟經濟板的用料部分 跟大家介紹一下 它的裡面的主名友呢 填充的是義大利IP的主名友 是一整桶從義大利進口的主名友 並不是授權來台灣做混裝的主名友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呢 相當的好 裡面內部的油風呢 跟很多的artist 車友 安裝的品牌是日本的TIN TIN的話呢 所使用的油風呢 也是NOK的油風 它的油風的秀命跟品質呢 很不錯 裡面的油風 然後上座的部分 KT的避充器 就不用再沿用原廠上座 我們也有附上座 這台車還很新 如果原廠上座的話 要沿用的話 沒有問題 但是很多的車友的車 都可能有一定年份的 譬如說我們第一代的artist 是2003還2002年上市啊 那到現在也是幾年的 上座其實如果要改變器的時候 上座也差不多都壞掉了 所以我們的話呢 artist就都有附前面 後面上座都有附 那阻尼調整呢 就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那這台車是X版的 是最頂規的artist的X版的 所以它的上座啊 螺絲的粗細呢 是不一樣的 X版的它的上座的粗細 是比一般還要更粗的 這個可能有一般的車友 比較不了解的地方 特別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X版的它的上座的規格 不太一樣 X版的話還有大包 它還有很漂亮的大包 而且內裝也很漂亮喔 內裝還有紅色的一些飾條 後面的話 後面也已經安裝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後面 後面的話呢 KT一樣 一樣有附上座 上座在這裡 那後面的彈簧公斤數呢 是配置了170長5公斤 今天預計的車高的話 大概會降到2指幅左右 就是輪胎的上緣 離S版大概2指幅 原廠的話大概接近 大概4指幅左右 所以降低的幅度算是也不少 當然這個X版的還有大包 然後是配 原廠就已經是配17寸的 胎框了 原廠是215 4517 X版的就是配這個規格 所以它的 呃 呃 鋁圈比較大 然後 也有大包 那側高降下來之後 降到2指幅之後 整個的氣勢呢 一定會更不一樣 而且 等一下呢 因為原廠的鋁圈 它的ET值比較大 輪胎跟鋁圈 縮得滿裡面的 所以 等一下還會再墊一個15mm的 讓它會更好看 那後面的部分 呃 筒身 也是一樣是筒身可調 調整側高的部分的話 一樣從這個地方 也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側高 所以它能調高調低的範圍呢 一樣是很寬寬 好 後面的阻尼調整 就會藏在後座 藏在後座 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個角度的話是看不到 好 我們來開車門 來看一下它的後座 是在 在後座裡面這裡 在這裡 它還有改了一個重點 它的後座呢 後座稍微先 飾板稍微先開之後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阻尼了 一樣是順時針 這樣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KT呢 一樣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從這個地方 Artist也是很方便做維修 不論在拆妝 避震器跟維修上面 都很都很簡單 都很方便 這個是後面 後面的大包 很漂亮 這是原廠17吋的胎圈 X板 尾燈也不太一樣 前面的話 等一下我們 BNC安裝都已經 這個是原廠的BNC 來看一下 原廠的BNC呢 前面的上座還有後面的上座 我們其實都沒有在使用 我們都有附 所以師傅在拆妝的速度很快 因為就不用再拆下來做沿用 那現在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要電SPACER 要電15mm的SPACER 那板上也有不少車友 是鋼膠車的那個 進口版的Auris Auris的話呢 KT也已經開發完成了 過幾天的話 也會PO一些 Auris的改裝避震器的分享 跟大家一起分享 這個是 右前 原廠也有裝了一支拉桿 X板的大包很漂亮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紅色的濕條 然後這個地方有一個紅色的濕條 有點像類似那個購福的風格 好 好 因為邊緣已經安裝的差不多了 再來就只有剩下 那個SPACER的安裝 好 那如果Auris的車友們呢 對避震器或者是底盤這樣的改裝 有問題的話呢 可以跟我們 小編 可以跟我們KT的小編聯繫 安裝完畢之後呢 也會把一些完工照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好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了 謝謝大家 下一次有再安裝大廓 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 掰掰